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英文文化一 英文文化一 主讲人邱博士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邱博士 英文文化一 一共包括二十个单元 我们现在就来看 第五个单元 used to 也就是 以前是 曾经是 我们的教学目标就是 学生将能够了解 ist to 这个句型的用法 首先我们来看 肯定序数据 主词 加 used to 加动词 原型动词 我们先看第一个例句 I used to be a surgeon in the army 我曾经是一位 我曾经是一位中士 在这个军队里头 这个 这个 used to be 就是曾经是 那现在不是了 相同的 第二人称 You used to be a famous 你曾经是有名的 你过去是有名的 第三人称 第三人称 He used to be diligent 他曾经是勤俭的 女性的第三人称 She used to be a singer 他曾经是一位 歌手 中性的 讲东西 或是动物 It used to be popular 总之是一只动物明星 以前是 受欢迎的 所以这些都是谈到 过去的 情形 现在不是了 现在不是了 这是复述 We 我们 You They They We used to be soldiers Soldiers 我们曾经是士兵 那现在已经退伍了 现在不是了 是以前的情形 You used to be diligent 你们曾经是 这个 delightful 不是对准 You used to be delightful 就是快乐的 以前是快乐的 那现在 就不快乐了 You used to be friendly 他们曾经是 以前是友善的 那现在不大友善了 所以都是指过去的情形 negative statement 就是否定叙数据 否定叙数据的话 很简单 你就在主词 加这个 use to use to 跟动词 use to 跟主词之间 你接一个 did not 那通常我们就说起来 I didn't used to be a surgeon in the army 我不曾在军队里头 我不曾经是一位中士 在军队里头 看 didn't 加use 那各位同工 可能要注意看一下 这个use 这个d d就没有了 d就不见了 you didn't used to be famous 你不曾经是有名的 你过去不是有名的 第三人称 也是一样 didn't used to be diligent 女性的 she didn't used to be a singer it doesn't to be popular 所以可以看出来 这后面可以接名词 us to be 当为一个什么 名词 那就可以be famous 就是形容词 那这也是一样 这个名词 好 这是肯定 否定叙述句的这个复数 也是一样 we didn't used to be soldiers 我们以前不曾经是这个士兵 you didn't used to be delightful 你们以前不曾经是快乐的 they didn't used to be friendly 他们以前不曾经是友善的 好 那来到这个问句 好 问句的话 你就把这个did 抓到主词的前面来就好了 那你要注意 这个used to 这个d 也是不见了 那加原型动词 didn't used to be a surgeon in the army 你看 这个did就抓到前面来了 后面是d就不见了 好 did you used to be famous 好 d 把他抓到前面来 d不见 did he used to be diligent 好 也是一样 d碰到前面 这个d没有了 did she used to be a singer 好 也是一样 did 抓到前面来 d不见了 did he used to be popular 你看 以为都抬高 以为都稍微抬高一下 都抬高一下 好 那就短回答 肯定短回答 短回答的时候 就回答到did就好了 yes加主词加did yes you did 是的 你过去是 你曾经是 yes I did yes she did yes she did yes she did yes it did 你看都是did 所以很整齐 很一致 好 是护数的 是护数的 yes you did yes we did yes they did 这是否定的 等回答 no you didn't no I didn't no he didn't no she didn't no she didn't no it didn't 好 也是一样 是护数的 不 你们不是 不 我们不是 不 他们不是 以前不是 那我们就结束 第五个单元 used to be used to的 这个 这一课 是啊 那 他 看还是 呢 好 我